好现在来到这个群网店是罗进 我没人搁 左边来两个 不是那边呢 不是不是 你去那边就这样两个行吗 你这边全打了 稍安勿扫 刚才都说了一下 没事我担心 你先逃不想 对对对 半点 不小心 大夫人 多想 我最为上课 今年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距离上一次来过去胜宾应该是 坐下 算我小了 我就 伤害我走 压一下 对就是我距离我上一次来过去胜宾应该是在两三年前了 因为工作的人一直都没来 然后今天站在红毯 上红毯之前的时候 我突然就在感触看到《黑绝丝年》的问题 我说真的是一直从我开始拍戏开始 那个《黑绝丝年》真的是 《黑绝丝年》建筑物的成长 所以感觉我先感到 《黑绝丝年》的问题 《黑绝丝年》 他是一个能够让广大的观众 包括演员在《予能力》一度的 在这样的一个活动中了解到 我们的《中国电视剧》 都发生了些什么 然后是发生了些什么 然后是一个特别特别 所以在您一旦工作办成期间 有没有做一些平时没有做的事情 很多啦 疫情的时候其实 平时没有做的事情 比办家里平时也在比办 但是平时没做的事情 比如说在家里 我可能会比平时更加的 有时间去看一些纪录片 包括电影你看书 其实充分一下自己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沉淀的一个机会 您今年是特殊的一年吗 您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 那您对这个 那您对这个 不论就是能给大家带一些 特殊的作品之外 还有没有一些别的东西带给大家 很多啊 那么我觉得正能量的一些公益的活动 比如说前两天 我参加了一个 就是品牌的 关于海洋塑料回收的 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其实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有太多 太多我们生活当中 因为人都是这样 在生活当中可能会 他的看的东西比较局限 都是自行的 视野前面的一些东西 但是比如说环境污染 就是让大家通过自己的方式 让大家关注到这些平时文明 看似也没太关注到 但依旧对我们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些 一些事件和一些现象 我觉得作为演员 可以的话 我觉得都是让所有人一起来 去参加 去宣传 包括我们今年 整个中间 今天你们就要受光 而且在这个 因为我上 因为为什么会提到这个 因为我上一部戏 是有关于 我们突兵中间的 这样的剧 所以在这个剧当中 让我感受到了很多 以往我们永远都是 只是看到报道里面说 脱兵中间啊 精准不平啊 但是我们这具体的很多东西 不是很了解 尤其是对于 为这个北大的 这个行为 行动 去付出了很多的 一般年长的 包括比我们年轻的 包括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人 他们都在做些什么 通过一部戏 能够让大家看到他们的生活 看到他们的服务 和看到他们 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发展 之后的贡献 我觉得也是一个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事情 8月未央呢 8月未央呢 什么时候播出定了吗 8月未央什么时候播出 请问一下8月未央 什么时候播出 我要问一下 我还不知道 罗杰老师 之前就是看弹幕的时候 有人说罗杰好性感 是觉得他们觉得是哪方面 呃 我觉得应该是 有吗 有 有 我就是我感性 我挺感性的 感性 还有一个词后 一句话 有什么词 或者一句话 有什么词 或者一句话 有什么词 忐忑和感动 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经历了疫情 一样的一个阶段 在家里面呆了 其实对未来都充满了不理事 但是因为有那么多 为了疫情付出的医护人员 包括各界的 保障的 能够平安 安全 健康的 度过这个疫情 就是 忐忑和感动 我希望 服务剧的主题啊 也是跟这个相关的 那么您怎么看 反正你支援病的这件事情 再评价一下 我还问是什么 那一件 嗯 就是共和国的首位 对 哦 对 我觉得其实 我刚刚在台下坐着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 每上来一个 去得到人欲的人 都说 我前面说了一个像 某某某致敬 其实我心里 我觉得我特别 如果让我站在上面说像我致敬 我觉得我特别的不好意思 我觉得真正该致敬的是 那些为我们的社会 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各行各业的人 就是 也许因为疫情 一个医护人员 站在了最前线 当了最美的逆行者 在和平年代 没有疫情 或者是说 平常的女人 那有那么多的工作人员 付出了自己的轻生 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 去为 在很多大家看不到的角落里 为一个社会做出贡献 我觉得他们都只能去执行 他们是我们的同学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包括你们 传递正确的 好的价值观 来 谢谢 拍照啊 我还有拍照啊 对 拍摸摸摸 你们有一个可以 观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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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来 您能稍微弄 这边看一眼 我说嘛 这么多人帮我转发呢 原来是有活动是吧 好 谢谢 好 可以看一下这边 嗯 客历华庭 哈哈 哈哈 哈哈